大家好,我是夏婉晴 其实呢,有的人看我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做主播 我想说,其实我真正的职业是一名导演 有的人就要不解了 你要是个导演的话,那你做导演挣钱多呢 干什么今天在这里做主播呢,对不对 其实呢,我是一个导演 但是我这个导演跟别人的导演不一样 别人的导演呢,他是拍电影,是不是 老挣钱了,但是我这个导演呢,当然也挣钱了 我这个导演呢,是倒在哪呢,就在哪开始演 这就是我这个导演 有的人说,那你做导演的话,那你收入高吗 收入老高了 我的收入呢,总归呢,取决于我今天能够遇到什么样的车 要是我遇到是奔驰,宝马,那不用说了,对不对 工资当然高了 要是有的时候遇到点贝儿的时候 一天到晚也遇不了什么好车 就遇那些三轮车呀 自行车呀 收费品的 这样算起来的话,那我一天的收入可惨大呢 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有业绩特别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遇到什么酒驾呀,五无证驾驶 我跟你说,一天我只要接那么一单 接那么一单是酒驾的 我跟你说,我那个工资当你们一年呢 不是我吹牛 就是那一单,知道吗 我就那一单工资 当你们一年,不是我吹 哎呀,虽然我吧,作为一个导演,对不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嘛,危险性也是挺多的 男司机都还好,现在最怕的就是宇司机 宇司机他撞到人,你知道吗 撞到人呢 他总是要把油门当做刹车才 遇到宇司机了,不是更可怕的事 遇到最可怕的事是吗 富二代的宇司机 有一次,我就很不幸 遇到了一个富二代的宇司机 他要撞到我的时候,他不踩刹车 不踩油门 光蒙眼 我的个天哪 哥哥的跟着我追 追的我实在没地儿躲了给我撞 我是一个导演 我倒下了,我就开始演 我就说 老门啊 你今天 你今天我跟你说 你装伤我了 你装伤我了 哎呀,我的肋骨啊 哎呀,我的个腿啊 你装伤我了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五千块钱 我跟你说 我们两个人就上医院去 我打110 我报警 我们两个人上医院去 上医院去 我把医院里所有的那些设备 然后照一下 我跟你说 这一套设备一照下来的话 少了两万 我跟你说 你都摆不平 你今天必须得给我五千块钱 反正就这两条路 要么给我五千块钱 要么我们俩到医院去 把那个所有的检查 都检查一遍 然后那脑袋不甘示弱 要么说富二代呢 那个脑袋说 可以呀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一吗 就是你给我五千块钱 然后你离开 二吗 就是我给你五十万 哟 不好啊 我一个碰瓷的 我还给你五千块钱 那我肯定是选择第二条 给我五十万是吧 哦我的天呐 五十万 老有钱 看出来了 老门老有钱 然后这时候 那个美女 我要是给你五十万 你敢要吗 你敢给 我就敢要 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 哪有钱不要呢 是吧 看到美女 默默地拿起了手机 拨打了电话 喂 老爸呀 赶紧地给我银行卡 你打五十万 我要装死个人 我的个天呐 吓得我 赶紧逃了五千块钱 给别人 我是看出来了 我是看出来了 我是碰瓷的 他是碰碰瓷的 有的时候 我们房间的大哥 肯定在想 哎呦 是不是与司机关我什么事了 我又不开车 我不开车 我走路心了吧 我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 你走路就很安全了 你知道吗 不要以为 你走路很安全 因为你是 你现在以为你是 路人甲啊 路人蚁 但是 很有可能 你遇到一个 雨司机之后 你就变成了路人柄 雨司机开车的时候呢 有的呢 是在化妆 你知道吗 有的还有织毛衣 有的还有 剃胡子 当然剃胡子 这个事比较少